这些猴哥家派大兴 最后三分钟 大家可以 想开钻粉 可以开一个 今天2.5倍气迷动 晚上我们出20个钻粉 都边跟我们签名照 20个小猴子 小猴子可以穿衣服 这么好了 这么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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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业 绝业 我跟大王走 绝业 好 你跟大王走 好好 OK OK 你吓人呢 我去引心刀 这个刀在地牢门口 这个地方 初大强站在我的上边 突然间爆开 实验室准备还有一堆人 但是我是站在最下边的 然后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间 大强在地牢门口 这个地方爆开了 但没有人看见吗 我一个人从来报警了 哇 我不知道谁 我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估计狼要张我 到了加拿大了 但是大强 这个是爆开的 我直接上去拍起 按一个阿拍起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账目呀 可以聊一下单走的牌嘛 对吧 我在地牢门口 这是下边的这个地方 这些小红的小叔 老公 我不是狼 但是我要说你 叨叨加拿大鹅了 但是啊 我们也可以慢慢聊 这个不着急 我可以确定的是 包包 还有九月他俩 肯定不为隐身狼 然后故意跟谁下去 对身份去了 我不太记得住了 我们把所有的位置 全部盘明白以后 我们就知道小文 到底是到加拿大鹅 还是引上来 就这么多 我这个位置感觉 小文很怪 好不好 这些不弄的战胜 三个月 断食 好吧 我跟修可爱在一起 修可爱还唱两片叶子 出你 我跟顾易 我们两个去对身份了 我们走的时候 正好往地牢里走 还没有发生命案 九月是站在门口的 我是相信顾易规票的 可以让九月先发言 然后最后让顾易听一听 怎么归 好吧 因为九月是当时 站在地料门口 他一定是看到了 那些战胜哥的 三个月 钻食粉丝 如果 如果不是他刀的 那就出小文了 如果他说的有问题 那就先顾易过吧 过 然后大家如果13级粉丝牌了 可以加一下我们左下角的图书群 谢谢 我喜欢的主播敢吃那个的 三个月 钻食粉丝 线花任务是没有调的 如果后织会要打我 我也可以认 但是确实不是我 我肯定不会是那个隐身了 我也觉得小文比较像 刀到那个加拿大了 好吧 我是个铁好 那就送你了 学院发言 是这样的 我是当时你跟 石大专跟那个 故意准备去换身份的时候 我却在那个地牢门口 但是故意一消失 在我视野里面的时候 我是走到了那个实验室中间 猴哥有正我的视角对吧 当时我包包猴哥 我们三个人都在盔甲上面 那一点的位置 所以我是不清楚 下面是什么情况的 然后这一轮就两个可能性 那些凡古代拿连汉的钻石粉丝 对不对 然后之位的暴断情况 还没聊清楚 但我觉得 小文可能刀加拿大鹅的概率 会大一点吧 过 我和鱼子酱在一块 我们俩在书房出身 然后一直到最后 都是在锅炉房的右上角 所以我跟他不可能去做这个隐形了 然后其他人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到加拿大鹅的可能性有一点吧 因为他讲到一点 他说那个你们没看到吗 这上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关灯之后视野比其他人大一点 他是在打字吗 我过 还有一个事情要讲 好 等下可以换个方 恭喜 过一发言 有认真在听你们所有人发言 我和大壮在一块 对吧 所以大壮让我归票 所以我认真在听 只有斗鱼老六和张希希 是明确的打小文 刀到加拿大 老六和张希希一定不为加拿大 如果是加拿大 他们两个肯定不会这样去打小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前周围的老六这样去打小文 在第三个发言 如果他是狼要硬冲小文这张牌 老六的牺牲是很大的 收益是非常低的 是不是 其他任何人的发言都是划水 包括你大壮跟我再一块 我都不会认你的 对吧 虽然你报了个身份 所以在我的视角 逻辑上是 老六和张希希 是两个跳出来明确打小文的 这是我听到的 但是呢 我的确和石刀装在一块 其他人 所有人发言都是划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CD这么快 时间这么短 我凭我的感觉 明和和要拉我去IC军团 那肯定不行啊 扣财 几率很低 在你小文看来 扣财我给你看个东西吧 我们军团排行 花果山第二名 不多逼比 我马上我再拉过来一个啊 我把土地儿拉进来 我们的军团直接排名 但是我的CD也 口才 你想啊 你看得到 口才 口才 你叫南连汉嘴硬的口才 你不叫明和哥嘴硬的口才 明白吗 你要知道你的立场 你应该把明和给他拉过来 你应该废除 小文 如果你要把明和拉过来 故意带队 嗯 行吧 带领你手向神灵 照星不带队 好 那么他就是有个提服 饭糖集合 饭糖集合 因为没有人家拿到出来保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饭糖集合 我们你是啥呀 嗯 哎 我这把是鸽子 但是又没啥卵用呢 翻了吧 随便玩玩吧 翻了 现在做的吗 哎 老六老六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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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新鲜 嗯 我先听一下后哥 OK 咦 怎么把他吃了 鸽子吗 鸽子撑影呢 哎呀 没人看见吗 好 好 撞西料 撞西料 哈哈哈哈 九月啊 全票打飞九月 红猪跟我说他是隔着 但是他居然是醍醐把我吃了 吃完以后关灯了关灯以后 九月啪叉一刀把我抛出来 全票打飞 那就出九月呗 我这个位置有谁 顾修 撞 稀 对吧 修是做人 哎 那简单了呀 那说明 哎 那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啊 大哥 你被吃了 你又报警 铜猪啼壶 小温第一天点他出去的牌 那我坑位不够啊 我坑位不够 我只能把包包和酒 一起排进去了 对吧 我也不知道小温 为什么第一天票影是这样 但是没有加拿大 一个人没有出来保他 那蹄虎又在这把 但我这位置确实有五个人 顾修 撞 稀 先出九月吧 听下包包怎么说啊 你要帮我掌揚狼也行 过 那如果那这把视角很明显了 好吧 九月是狼的话 那我觉得马老师八成就是狼 因为上一把马老师是亲眼看到我 九月当时是站在那个地牢门口的 他却没有点 那上一刀应该就是九月出的 然后马老师发言的时候 就之前拽着我跟我跟我对身份的时候 他一直在跟九月对话 在说九月我跟十大壮走了 九月我跟大壮走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这一票先全票打九位 打九月 不要分票 下一票再看看马老师 好吧 过 我这票先挂在九月身上了 因为我给斗鱼老六报了我的身份 然后当时我老六十大周 斗鱼故意我们几个是在那个饭堂的九角上面 如果同珠是醍醐 那上轮小温就有可能出错了 因为小温那个票型看起来像是醍醐 对吧 我应该上个话 我将他拿去 绝发言坏了都投票了 是这样的 同珠确实是醍醐 但是我才是被吃到肚子里面的那张牌 猴哥应该是把我抛出来以后 当时我还愣了一下 我说突然一下出来了 我还没没看清旁边是谁 然后猴哥应该是看到我被抛出来 然后直接报警 那这样子应该就是猴哥和故意是双狼 但是你们的投票应该挂的时候 我挂猴哥吧 猴哥是谁啊 猴哥到的同珠啊 过 故意发言 一派胡言 那为什么就一个问题 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是悟空报的警 而不是你报的警 你的意思是悟空为狼 刀完立马按啊 是吧 这就是他刀 他刀立马按啊 是吧 不可能的呀 同珠是提胡嘛 这是死的嘛 但是是他报的警 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他自刀自报 你的弹性又不足 你的发言又是基于他的逻辑之后的 对不对 所以你定了 你定了 大壮 你敏感了 我跟九月在说 我说我跟大壮走了 我一直在告诉他 我怕他们忘记 所以这是你是敏感的 你小怀疑小彩 我能理解啊 对吧 我很坦然 你感受得到吧 我很坦然啊 好 然后 上一把报警的时候 老六 张希希 加我啊 还有一个是谁 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啊 悟空这一轮报警 我感觉很正啊 先把九月出了 大壮 你不要后面不要跃就行啊 过 出九月吧 我觉得应该没狼了 游戏应该结束了 过了 不包包是他的蓝队友 因为但是在红包旁边是包包和绝业战 有可能加油啊 你修改加油 加油 翻译 加油 天黑人 修改加油 红包会知道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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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会 那个红包会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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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信你 我铁信你 我信你 我有一个犯人 我们就犯了 你说 你说 包包为了 盯他盯他 我盯他 我死了 你报警 包包 别跑 你盯我 然后拿你的尸体 你盯我干嘛 哎 捉包包 捉包包 哎呦 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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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拉铃了 哎 没任务 肯定是出包包的 没有 没有头石 没了 那只能出包包了 直接出包包吧 因为我们在进团这个位置 说实话 我看过去 因为他在黑灯的时候 猴哥出来报警的一瞬间 我的视角是全看得到的 下面那几个人 包包在九月的左下角 九月在包包的右上角一点点 猴哥在九月的右边右手边 说明包包当时也在案发现场 你知道吧 就这么简单 出包包过 OKOK 那就出包包 包包刚才发言也有点爆 马老师刚才的发言成功打动我了 好吧 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别干了 然后出包包 过 肯定是出包包 包包底是不是那个刺客狼 我是殡仪员 你拘我吧 让你耍一下 过 小温是刺客狼 我是十两样 OK 包包已经认了 小温 加九月 加那个 那么在这种局的话 我们这样 我们一起棄票 我们一起棄票 让他再有机会 机会捣一把 怎么样 不是马老师 你鸽子 你杀狼杀这么凶啊 不不不不 可以 我觉得是让你有一个 我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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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棄啊 我棄了 我也棄了 为什么你们不棄票 想拿个国家 还在播讲 还在播讲 老老师是各级 还在播讲 我都提核了 死到这儿 我站立提不上去了 能不能晚点再抱我上一趟 不拉啊 赶紧办法 我们要 怎么找带链 你得对得起 我这两百块先去红包啊 要换房吗 要换房间 但是我们是买人的 应该没事吧 对 买人的话 没事 他们进不来 对他们进不来 开 OK 哎 余奖等一下等一下 余奖你直播间被封了吗 呃 我刚刚被封了 他说我落马 为什么 对 落马了 你落马 哦 哦 那你 那没事 我们买人都没关系 对 买人 他就进不来 那你能开吗 那 不是 你能 那你能开直播吗 开了 我已经开了 几分钟 开了 一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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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怎么说 可开 嗯 可开 来玩 今天马老师 玩上瘾了 那来点吧 我是肉汁 我走了 好好好 我是肉汁 我肉汁 小温你是哪儿吗 你不是哪儿吧 你要是哪儿 拖着提红你就别打我 但是我不是 我是好的 那你是啥 你是鸽杂 哦 你是鸽杂 哦 他抓肉汁 来来来 那你给我吧 我不不不 他们是啥 哎 嗯 我是肉汁 然后我要没看错的话 反正是九月和故意 应该是想双刀 你踩不了我 因为我现在就直接爆了 我直接就说了 我是肉汁 而且网红鹅死了 你们刀的包包是网红鹅 好吧 我觉得故意九月是双狼 故意九月肯定是双狼 他们两个一个刀 一个刀死了这个包包 然后故意还脏了我一手 好吧 过 那还有一个人 童猪 是不是童猪 我记得当时是石大壮 包包 给做九月都一共一 还有一个 你们是不是五个人下去 对身份还是说我记错了 然后我 我不敢跟你们下去 我怕刷牢刷刀 我就回到了地牢 那个实验室的下面 当时小温都和谁 站在那个上面来的 那就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出一个 你们龟吧 过 呃 决方呀 我刀的包包 因为开局上来的时候 我带刀 然后包包说他很恩 他身份帮帮恩 可以带队 然后我不信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刀 然后他他也有刀 然后我就不太信他 然后我是当着你们人群里面刀的 好吧 嗯 感觉到 我感觉还不对劲 他跟我对跳 好吧 所以我就把它弄了 啊 过 这是什么神仙发言 小温有反应 十大壮 你是入真 你没必要 第一个 你 你的入真都这么硬了 你这可在跳 跳网红信息 那后边谁都听得出来是 那个跳信息的时候 我当时没该卖 但是小温在我边上 是有网红信息的 那张希希 为什么要归票 我们在上面站的这两只 那个野猪九月 你说 包包身份很硬 你给他刀了 那你只有那个刀 你不必去那你铁出你啊 你这个发言 你也奇奇怪怪的 想出九月啊 过 呃 我觉得没毛病 嗯 可以先投九月 我在雾洞那边 然后就拍进来了 是秒拍的吧 嗯 网红死的一瞬间秒拍的 过 故意发言 九月 当你在发言的时候 我就一笑了啊 哦 首先第一啊 大壮 我以为是你刀的 因为你们俩在一块 对吧 你们俩在一块 我以为是你刀的 大壮 爆肉汁 我们去对身份 你九月说 我来跟你爆 我来跟你爆 包包跟在后面说 我来跟你爆 我来跟你爆 你进来来一句 我是敏感刀 我感觉包包不对 我把它刀了啊 是你的发言 所以九月 你就不要再 哗哩胡哨了啊 但是大壮 我想告诉你 我误以为是你刀的 因为我是冲在最里面的 我的距离 你现在回想一下 我的距离那么远 我要双狼双刀 我为什么要离那么远 是吧 这是我告诉你 因为你很敏感啊 其他没有 其他没有 我贴心你 这我肯定贴心你的 你肉汁加网红鹅 我贴心你的 但我们双狼双刀 我跑那么远 你自己思考一下啊 先出九月啊 过 鱼子江发言 我觉得先出九月 没有 我跟肉汁 我姓肉汁的 过 肉汁 我这边好了是 猴哥应该是 因为我出生 到实验室这里 就是那个做任务 然后猴哥应该是 从实验室上面过 那个门口 然后网红鹅 我刚做了两个那个 水 然后猴哥就 因为我也 那一声 然后猴哥 他那一声 我听猴哥 听猴哥的 不会怕 要不要偷九月 过 小修为好 我只听到了 小修的反应 西西没反应 大强没反应 他说他是没开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只认小修 小修是 雷一声 我是雷一声 然后西西 是没有反应的 包括的刚刚 他也没敢聊 我觉得可以 投九月 过 投九月 小修给我这好 小修给我这好 过 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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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信息 这些很重要的 不能这样胡说 然后这样的话 故意也是个坏 几秒 老六 我还就 大众你看啊 老六顺着你说的 打我 大众 大众 我真意 到了个网红 老六顺着你 这个他打我 我真意 我真意 你抿出来 我真意四个 七票 好好好 我觉得你是狼 你抿出来 了没有 老六 老六 杀老六 杀老六 老六解坏 杀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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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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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你们来你们来 让开 逮到 不好意思 清清爽爽 老六 你这把点的人 恰巧带刀 哎 大众 懂了吧 心里说啊 吃掉了 童猪 我立大功啊 但是我应该是要被拘了 无所谓 你想说 你敏感了 你敏感了 我这把杀的替火啊 他铁坏 知道吧 他顺着 只有他一个人顺着你说的 在打我 因为我误以为是你刀的 我冲在最前面 你们俩在一块的 知道吧 抛出来是童猪 只有这么多信息 你后续归票 你现在身份是最硬的 你不要乱搞啊 你不要瘀啊 这把是可以起飘的 因为醍醐死了 明确杀了一个狼 什么打都赢 过 我这把去乌洞那边 做了一个钓鱼的那个任务 然后没有其他的信息 我听后面的说吧 过 我也是在乌洞出社 然后我是晚上走的 然后我当时在乌洞门口 点了个蜡烛 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弄条 鱼子酱做他也做个 然后我确实看到鱼子酱 从师傅院过来把笑做了 然后说应该是 我还是信猴哥 猴哥就是怎么归嘛 但是故意说他杀了 老六这个题目又说 明确杀了一个男 什么意思 过 我也信猴哥 我现在也能认大强了 大强也给我报身份 他上门可能真的没开麦 我信猴哥小朱 大强 我可以听一叫 大强亏票 或者猴哥亏票 你信大强 十大壮在这儿是幼枝 小温给我这好 修可爱有反应 鱼子酱做硬物 故意是刀提狐的 那么朱大强还是好 剩铜珠和张兮兮 双蓝拿下 点兵点将点到谁 我就选谁 铜珠过 故意这轮的确是刀了提狐 行为很做好 但是我其实现在 有点晕 铜珠是被提狐吃了的那张牌 然后铜珠刚开始 也给我分析了一栋 我决定请一个外置大脑 我肉汁归票的权利 交给了铜珠 铜珠你说归谁 哥们就归谁 相信聪明的女人 过 我直接说 我是鸽子 所以我上一轮没有那个反应 但是我鸽子我怕死 鸽子都下 我也没敢跟他们下去 对吧 然后大强在我这里 是一张有点奇怪的牌 因为我上一轮 我作为前志位发言 大壮作为报警 先说了网红信息了 我鸽子我也没信息 我知道你们上面的人 也知道我没信息 我就懒得狡辩了 我就说 在野猪九月的斗鱼 故意你们随便归 但是大强说 我去踩你们 我去踩铜珠和朱大强 就是说你们几个在鞋 那边的牌 我觉得他发言有点奇怪 在篡改我的发言啊 那我这轮可以听铜珠归票 过 猴哥都点蹦一点点铜珠了 为什么要听铜珠归票 我也没在现场 我只能听发言的话 我能保小温 确实我们两个互报了身份 而且第一把网红信息 我确实是没开卖的情况下喊的 身份也报了 张希希是我跟小温 看着去钻的那个盔甲 铁鸽子情况下 那确实没狼羹了呀 不是很想听铜珠归票 我想投的 过 好 疯了 我还没发言呢 疯了 我是好人啊 壮壮肉汁 我跟他村子在一块 然后他跟我说 他觉得 故意和九月两个像双篮 要冲进来 你俩双篮 我就说那你就相信 你自己拍那杯 我是会 我们出同一个 然后故意把老六刀了 我就成狼了 第一轮不是九月刀的包包吗 然后拍进来吗 把九月投了吗 然后老六把我吃了 故意把老六刀了 我怎么就是狼了 哎 杀没干 也要被投 我都投 你又是我是好人 他要归我 我 赢了 赢了 张希西 你抱抱 赢了 我来饭堂领导 我不许 起了起了 结束了张希西 结束了 来饭堂 来饭堂来饭堂张希西 我也觉得是动鱼故意啊 这猴子 这猴子 不帮老玩啊 他还要点我 我不帮他玩了 我拉铃了 拉铃吧 谁生 哟 我们来 好 我直接拉这个铃 我都说了 我是个小哥姐 这个动鱼故意 我 我本来想说 哎 我帮老玩一下吧 我把童猪投出去 但动鱼故意都是名 还拉铃 那十大壮 你想一想野猪九月 和动鱼故意拉铃 拉铃冷饰的什么好 这两个人 肯定说要说 都被刀出来 被你抱上井了呗 但动鱼故意 刀了 那个 斗鱼老六 然后出来 在猪大强说 要投投猪的时候 投了红猪一票 他肯定是想抽票 那我说 我哥姐 我就帮你狼 玩一个投一个好的出去 结果斗鱼故意 点我哥姐 要到我 那我干不了 我拉铃就出你 斗鱼故意 过 我刚才介绍 男的叔叔 就跟小温说 我说是不是盘错了 这么多想起了 有可能斗鱼故意 不知道老六吞了人 所以斗鱼故意 可能是那个开刀的人 还有就是刚才 刚才谁进到饭堂之后 那谁在那一直在狂点空格 他也鼠标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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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这感觉好像我要感觉我要死了 我觉得不开这个饭 先投斗鱼故意吧 我过 故意发言 说大强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你可以到时候看一下回放 听一下你在聊什么 老六吃的铜猪 是我们看到了 我上去把他刀了 铜猪出来了 我跟你重复一遍 明白了吧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一轮进去之后 张熙熙报警 对吧 他上轮已经成为公共狼坑和焦点派 以至醍醐已出 九月定为狼 大壮为肉之 悟空杀的醍醐 他不让他归票 你朱大强也不让他归票 是吧 然后把铜猪冲出去了 请问你这一轮发言在发什么 是吧 你第三轮还可以 这轮昏昏沉沉 我都听不懂了 张熙熙你为鸽子 对不对 救出你鸽子嘛 对吧 你是鸽子 救出你鸽子嘛 好 过 鱼子这样发言 我觉得不管是张熙熙是不是鸽子 都可以投一下这个斗鱼故意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 至于先投谁的话 到时候我们归票为十大壮 搞个说法吧 过 投鱼故意 留个炸弹篮 让他炸 在我这里其实是个科技 我忘记看漏梦条了 是不是有两个 我觉得在我这里想问 像个好的 那抱不了解 肉汁 大强 好的 我觉得行 我觉得行 我跟他来吧 你是漏汁 担心有那么多人 你们这么多人 今天报身份 为什么九月港开刀啊 说明旁边有狼吗 有没有可能撞转 我建议你归故意 啊 等等 毕业投票 小文都有重要信息要说 大家首先我回想了一下哈 我跟大强 刚刚反应是发 我感觉是搞错了的 为什么呢 其实啊 张希希 他应该不是鸽子 因为我回想起来了 开局的时候 我遇到了猴哥 我跟他对了一下身份 他没有给我拍到 我就问他 他问我是不是好的 我说我不是狼 我是个好人 我问他你是鸽子 他说 呃 呃 他就走了 而且在回想 刚刚拍景的时候 张希希他要拉铃 他说 我不管了 我要拉铃 张希希他是一直穿了一个鸽子的身份 那么其实狼也可以钻 钻到盔甲 对不对 他一直穿了一个鸽子的身份 然后呢 他就抓了一手盔甲 然后让我跟大强以为他真的是鸽子 但是他这一手拉铃就出故意 然后加上刚拉铃的时候 猴哥是有点无所谓的感觉 而且他贴着大强一直按空格 就猴哥可能还是那个真鸽子 我在回想起来 你知道吧 所以我其实想出这个张希希 啊 水晶马车 我是想出他的呀 就是 我感觉他是穿假鸽子的身份 再推人出去 我是这么认为 我要回票张希希 你们要 我觉得不要不要分票 我觉得就出张希希 他拉了这个铃 那就出他 过 哎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就不能出这个张希希 那在我这里 这小温就有点问题 那小温说的都是我的词啊 这 啊 那小温 那这回这小温跟顾毅 那不是双篮吗 对吧 那肯定不能出张希希了 他俩双篮啊 这温实在不行 我们可以出 那我们顾毅肯定是公共郎坑 对吧 这轮我们直接全票打配顾毅 完事呢 小温或张希希 谁是哪儿 已经不重要了 那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先把顾毅投了啊 剩下一个人 我们一会再说 说是我呀 或者是小温啊 或者是张希希啊 这都无所谓了 好吧 我们就最后归一所故意 好吧 十大传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最后还有这么一点时间 你是不是很想发言 我们最后就归这个抖鱼故意 绝对不要分票啊 兄弟们 一定不要分票 我直接点票抖鱼故意 好吧 十二十 你归谁 过 归故意 好 小温的逻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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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们看体牌啊 你们继续打 我进 我刚刚说了 但我有点脑鱼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 打蛋狼 给你拼一拼 没有他 没有杀我 微微 还头故意 哎 刀了的 啊 哎呀 还有刀啊 哎 你去呀 还有刀 好刀 猴哥 没听着说 猴哥 哎呀 牛的 嗯 关键他们还有个斗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还有行程 啊 去蓝色 南瓜 没有留你 我们俩拼的 我以为我们两个就跟那拼了 你知道吗 猴哥 我心就知道你是那个哥吉 我才很喜欢咱也觉得不对 这个一个鸽子着急喂好人 那是拉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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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个儿